同時這兩個地震也發布了國家級的一個警報系統 警報也發布 警報發布的範圍規模6.1的這顆有感地震 警報發布的範圍是花蓮、宜蘭、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、青竹縣、台中市、彰化 規模5.8的這顆有感地震發布的警報範圍是花蓮縣還有宜蘭縣兩個地區 這兩個地震他們發... OK 慢慢去一下 好 OK 那下一月 再下一月 OK 那這兩個地震的話 這邊是台灣的一個板塊的一個構造圖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華蓮地區它其實是一個板塊碰撞擠壓比較強烈的地區 那再加上4月3號發生的規模7.2的一個有感地震 所以當地的一個構造算是相對比較不穩定 然後需要做一些應力轉移的一個 會應力調整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這個地震其實在... 這兩個地震發生的位置 屬於在這個0403地震序列比較偏北的位置 那下面這邊這個是地震的一個發生的範圍 最近這個地震發生是比較偏... 0403地震序列偏北的位置 那因為應力調整的關係 有時候地震會比較走南邊 有的時候也會偏到台灣的一個... 就是這個序列的一個北邊的位置 那...就到目前為止我們統計到的這些 趨勢有點像 就是每天的一個地震的數量會逐步減少 但是時不時就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是處於雨震比較活躍的一個時期 那...由於這個地震的... 呃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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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目前評估這些余震的活動 可能還會持續至少三到六個月 那... 氣象署在這邊呼籲民眾 呃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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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減災的一個準備工作 然後近期降雨比較明...呃... 呃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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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...